铁柱啊,你快回来一趟,你爸住院了 啥,我爸住院了,好我马上回来 铁柱,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老大,我父亲出了点事,让我回去一趟 嗯,行,那你赶紧回去吧,对了,开我的车回去 老大,这样不好吧,我开你的车 有啥不好的,一辆车而已,你赶紧过去,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 好的,谢谢老大 妈,我看爸这身体也没事啊,没事就早点回家吧 你说是吧医生 你这女儿咋当的,病人这是突发心脏病 再晚点送过来,可能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为了病人的身体健康,最好先住院观察几天 这哪行,这住一天的多贵啊 再说,我跟铁军两个人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的收入 哪负担得起这个呀 哼,老不死的,真是费劲 一天到晚在家里吃白食,还得了这么个病,这日子还不不过了 你少说点吧,爸这还病着呢 铁军啊,你爸这次住院,我们打算自己掏钱,就不麻烦你们了,你们工作也忙,就先忙去吧 妈,这哪行 妈,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逼你啊,我就知道你和爸有钱,我和铁军上班,还去晾车 你二老到时候帮我们支援一点呗,不要多的,二十万就行 铁军啊,这高买了房子,我和你爸真没啥钱 铁军,你说句话呀,耳聋了 妈,我来了,爸怎么样了,哥,嫂子你们也在啊 铁柱,你来了,医生说幸亏送来得及时,没什么大事,不过得先住院观察几天 哟,这不是柱子吗,终于舍得回来看你爸了,你别说,这两年没见,确实精壮不少 嫂子,谢谢你了,妈就让爸先安心养伤吧,后面的住院费我来交 你这才上了两年班,哪有钱,我和你爸还有一点积蓄,你就别掏钱了 没事,我遇到了一个好老板,人也大方,最近我的工资和奖金都涨了 哟,铁柱涨工资了呀,现在几千块钱一个月呀 你哥这才两万块钱一个月呢,连个老婆都养不起,你可别跟你哥一样没出息呀 谁说的,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都要好的,家里哪有钱让你造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你爸需要休息,要吵出去吵 哼,就知道像着你儿子,我怎么就嫁了你们这一家人 算了不说了,我出去透透气,一天到晚守在这医院里面,真是会气 他妈的,老子怎么会取了这么个东西 卧槽,这车牛逼啊,保时捷918,咱们这小县城什么时候有这种豪车了 这车得多少钱啊,看起来好高级的感觉,比他旁边这俩奥迪强了不少啊 那不是废话嘛,这可是保时捷918,本人有幸在摩抖见过一次,据说得1400多万嘛 你这奥迪A气才多少钱,能比吗 1400多万,我的天,90%的男人都开不起的豪车,只有这种男人才配得上我呀 手里的十字瞬间不香了,这是哪家的富奥带,我要给他生猴子 猴子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给他们一万块钱,叫他们把这个病房给老子让出来 好的老大 小子,我老大是龙海集团的罗总,我们出五千块钱,你们把这个病房让出来吧 罗总,哪个罗总,这么霸道 不好意思,我爸正在住院观察中,没办法把这个病房让给你们 小子,别给脸不要脸,我老大可是县里面的大人物,你们最好乖乖拿钱走人,不然没你们好果子事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申请到的,这个病房真没办法,攒给你们 特么的,说不听事吧,你信不信,怎么回事,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老大,他们死活不让啊,还说要打我 感动我的人,这小子,难道有什么背景,还是嫌我给他省了 那啥,我是龙海地产的老总罗布干 兄弟,给个面子,就刚才的价钱,我给你双倍,你们把这个病房转给我们吧 罗总嘛,真不好意思,我父亲正在住院观察,你找别人问问吧 特么的,小子你混哪大,在线里面,还没有人不给我罗布干的面子,你信不信老子,直接把你们丢出去 对啊,我老大给你们钱,那是看得起你们,你们也不出去打听打听,龙海集团罗总,那是什么人物 他们的,一群小卡拉米,老子管你什么人物,给老子爬 天哪,龙海集团,那可是市值几个亿的大公司,完了,得罪了这么一个大人物,这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铁军,赶快跟你弟说算了,咱们拿了钱赶紧出院,咱爸也就是滴血糖,回家休息两天就行了,千万别得罪了这个罗总啊 可是医生说爸这个身体最好在医院里观察几天,这么早回去我怕 你怕啥,你爸天天在家闲得没事干,现在还想住病房,哪有这样的,早点搬回去,我们还省点钱 罗总你看,我们这条件也不是很好,好不容易排队,申请到一个病床 哼,一群穷屌丝,我老大一个车人子,比你一家人的命都重要,看见门口那辆保湿鞋了吗 那就是我老大的座席,你们还想跟我老大抢病床,真是找死 天啊,他就是楼下那辆豪车的主人 原来是龙海地产的罗总,怪不得能开得起这种豪车 柱子,要不我们把病房让给他们吧,他们来头很大,我们得罪不起啊 算了,就当我老罗今天大发善心,一口价十万,赶紧滚蛋,不然老子,砸了你们这破地方 罗老板呢,我们愿意搬,愿意搬,我这小叔子是个粗人,他什么都不懂,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哼,一群小卡拉米,要是我老大在,你们这种渣渣都上不了台面 嫂子,这事你别管了,我是不可能让我爸搬出去的 天啊,铁住这个憨货,这可是十万块呀,差不多我们家一年的收入了 这还不搬,再僵下去,把罗老板惹毛了,可是什么都没了呀 很好,不搬是吧,那你就一分钱都得不到,给老子上,我要让他看看得罪我萝卜干的下场 哼,一群小卡拉米,找死 小子,你敢打我就死定了,我可是龙海集团的老总,我手下击败好人 老总是吧,老子打的最多的就是老总 哼哼的,就你开那一千多万破车很厉害吗,还哼哼我一家的命不知你一个车轮子 老子还开奥迪派克风呢,是不是比你祖宗十八代都金贵 奥迪派克风,不可能,小子,你到底是什么人,有种报上名了 哼,行不改名做不改姓,喊叫铁柱,我老大是华为集团的总裁十三 华为集团,竟然是那个市值五千亿的华为集团,你竟然是那个十三的保镖 完了,这一个小县城怎么会遇到这种大错,这华为集团随便一根手指就能捏死我 听说那个十三是个狠人,连帝都李家都不虚的人 天啊,竟然是华为集团的总裁十三,那可是全国有名的大富豪啊 是啊,跟华为集团相比,这龙海集团简直就是渣渣中的渣渣啊 哼,滚吧,老子今天有事,没心情跟你玩 祝哥饶命,我们这就走 天呐,铁柱,你那个车真的值2.7个亿 听我老大说好像是的,不过那是我老大的车,我可买不起这种豪车 铁柱啊,没想到这两年没见,你都跟了这么大的富豪 日后飞黄腾达了,可不能忘了你哥和嫂子啊 也不知道这铁柱走了什么狗屎运了 竟然绑上了这种大富豪 看来用不了多久,就要买房买车了 哼,我看这下这两个老不死的还不搬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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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